我看到机器猫了 我以为这个书是假的 但实际上它是真书 它是可以翻的 你们居然有内容 你们收到过最小最小的包裹有多大 今天老家姐收到了10个压缩小包裹 就这么一个小快递包 还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老板还说 在这10个包裹中 可以猜到一个香蕾蕾的手提包 有哪个女孩能够拒绝啊 现在我就猜它 在猜包裹之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小游戏啊 在评论区输入 我真的就会报告你的弱点 看看你们的弱点都是啥 赶紧试试吧 居然是一个压缩小奶瓶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连刻度都有 包裹里的东西好像挺大的 我们看看里面是啥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台机器 掉了一个什么 面包 我懂了这是面包机 它好精致啊 这些小按钮都是活动的 面包熟了就可以把它弹出来 这次会是什么呢 好像是书本 我看到机器猫了 我以为这个书是假的 但实际上它是真书 它是可以翻的 里面居然有内容 哇好精致啊 我这么预测一下 这个盒子里面会是啥 我开 感觉很漂亮的样子 是一个盒子 这个透明盒子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是一块南眉蛋糕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做得我都有点饿了 一个包裹死存死存的 感觉里面的东西很值钱的样子 好像一个水壶啊 确实是一个水壶啊 真的很小 跟我吃点盖差不多啊 里面还真是可以装水 用它来做装饰 有一种很文艺的感觉 再来一个 开这种压缩包裹 真的好上瘾啊 两瓶饮料 一瓶水 还有一瓶可乐 这次会是什么惊喜 方便面 而且还做得这么迷迷 真的很想把包装拆开看看 里面会不会有真的泡面 接下来这两盒一起拆 好 倒出来 诶 哪个是薯条 哪个是糖果棒 这两个包裹也太敷衍人了吧 现在只剩最后这个包裹了 香奶奶的小包包不是骗人的吧 伙子们 你们说我能不能猜到 打开它 诶 黑色的诶 诶 真的是香奶奶的小包包 好精致好可爱呀 这个包的纹理 跟真的一模一样 连面条都那么好看 我觉得可以给我的芭比娃娃用 它真的太幸福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 压缩迷你小快递的话 先点个赞 老家姐继续为你们拍摄 好